大家好,从这一节开始呢 我们将正式进入面向对象成计设计的学习 之前介绍的一些东西呢 都是一些基础的知识 都是为我们现在学习面向对象 分计设计来服务的 我们在前面强调过 面向对象变成的主要目的之一呢 就是提供可存用的代码 我们在开发一个新工程 尤其是这个工程非常庞大的时候 我们一般都会重用以前的一些代码 首先是因为呢 我们使用现有的代码呢 可以节省编码的时间 我们称重复编码为重复的造篮子 被重用的这些代码呢 现在正在被使用 原来呢已经经过良好的测试了 有助于我们避免上程序中引入错误 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 不必就算于各种细节 我们在使用C研究编程的时候 可以使用C研提供的各种函数 就这种形式的代码出用的方式 而CA加呢 则提供了另外一种更高层次的重用 比如说类库 由于类组合了数据和类的各种方法 因此呢 类库呢 是比函数库的功能更加完备 CA加提供了继承的方法 它可以从直接从已有的类中来继承 继承之后呢 这个新的类就具有了原来类的一些功能 同时呢 还可以扩展一些自己的功能 这就比如说我们很多同学刚毕业 刚毕业没多久就要考虑要结婚 面临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就是要买房子 但是刚毕业没多长时间 我们手里没有这么多钱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从父母那里继承一笔财富 有了父母的这些钱 我们加上我们自己的一些钱 我们就能够很轻松的凑够了首付 这样呢 我们压力也会少很多 当然这个例子也不是很恰当 但是呢 也从一定的方面 揭示了继承的含义 通过继承呢 可以完成以下的一些工作 通过继承我们可以获得 原来类的一些各种功能 第二点呢 我们可以给新类扩展要的功能 第三点呢 我们可以定义对原来类的相同的方法 可以修改原有类的一些行为 我们当然也可以通过直接拷贝原来类的代码 来实现代码的重用 但是呢 使用继承是不需要来访问原有代码的 我们只是要包含原来类的头文件 或者一些相关的库 比如lab 像dl.so 或者是.a文件 就可以派生出新的类 派生出来的新的类呢 也可以在不公开代码的情况下 信用给别人时 现在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些定义 CIA家中呢 所谓的继承呢 就是在已经存在的一些类的基础之上 建立一个新的类 这个已经存在的类呢 被称为基类 副类或者是超类 新建立的类呢 被称为派生类或者磁类 关于这些术语呢 我们在后面的介绍中 会穿插着使用 大家不知道他们都是表示同一个含义就好了 一个新类从有类中获得原来类的一些特征 这位称为类的继承 通过继承呢 子类可以从负类获得负类的特征 从已有的类中产生一个新的子类 这位称为类的派生 派生类呢 继承了积累所有的数据呈现和方法 并且可以增加自己的数据呈现和方法 另外呢 一个积累可以派生出很多个派生类 每个派生类呢 又可以作为积累 来派生出新的派生类 给形成类的一个完整的继承层次结构 继承层次结构呢 相当于一个大的家族 还有很多分支 所有的子孙后代呢 都继承了祖辈的基本特征 同时呢 又有自己的一些个性 下面呢 介绍一下派生类的生命的方式 从一个积累 派生一个新的类的一般的格式 首先呢 是一个class关键字 后面呢 是新的派生类的一个类名 再后面呢 是一个冒号 冒号后面跟着继承方式 它可以有三种 可以有public private和protected 它分别表示公有继承 自由继承 和保护继承 你后面会介绍 再往后呢 是积累的 类名 表示说 你这个派生类 是从哪个类 来继承过来的 然后是类体 类体定定义积累的方法是一样的 这里呢 我们就不介绍了 类的继承方式有三种 它分别是public private和protected 它们都是分别有什么区别呢 下面呢 我们来分别看一下 首先呢 是public派生 比如说 保护方式是public 如果是public派生的话 那么积累中的所有成员 在派生类中 都是保持原来的访问权限的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在类的成员 它原来是public的成员 在派生类中 这个成员仍然是public 原来在积累中的一个private成员 在派生类中 是private 派生类中 是不能访问它的 这个听着比较好口 比如说我们现在想给 想基于ctime来集成一个新的类 它是从ctime来派生的 在派生之后呢 它就具有了ctime的各种各样的 这种方法 出去成员 那如果是public派生的话 在ctime中的这些public的成员 在派生类中 仍然是public 在ctime类中的 一些seal的一些成员 在派生类中 仍然是seal的 防御属性是不变化的 另外一种派生方式呢 是private派生 这个时候呢 机内中的公用成员和保护成员 在派生类中呢 都变成seal的了 我们在派生类中 是可以直接使用这些成员的 最后一种派生的方式呢 叫做protected派生 我们在前面介绍 访问属性的时候 也介绍过protected的访问属性 我们知道protected的访问属性呢 一些成员 在内外是不能访问的 使用protected派生的时候 机内中的public的成员呢 都变成了protected的成员 机内中的protected成员 在派生类中 变成了seal的成员 上面呢 我们介绍这三种派生的方法 但是呢 在实际的使用中 public介绍是最为常用的 其他两种的派生方式呢 不常用 我至今都没有用过它们 大家要知道 有这两种继承的方式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派生类的构成 派生类的成员呢 包括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 是从机内中继承的成员 第二部分呢 是从 是自己增加的新的成员 从机内中获得成员 体现了派生类 从机内继承 而获得的一些特性 而新增加的一些成员呢 则体现了派生类自己的个性 不同的派生类之间的区别呢 就是 由这些新添加的成员 而导致的 定义派生类的对象的时候呢 这个派生类的对象 包含两部分 也是包含两部分的 它内部呢 是包含一个 鸡类的一个对象的 下面呢 我们来介绍一下 派生类的 勾断函数和吸购函数 因为呢 勾断函数 吸购函数是不能被继承的 所以说在派生类的 勾断函数中呢 必须要调用 机内的各的函数 来完成 机内成员的一些初始化 派生类中的各的函数 在调用的时候呢 按照以下的顺序来调用 首先呢 会调用机内的各的函数 然后呢 会调用派生类的各的函数 吸购的顺序呢 跟构造的顺序是相反的 首先的话呢 是先吸购派生类的 就是先调用派生类的 吸购函数 然后呢 才是机内的各的函数 这东西说起来比较笼统 下面呢 我们通过代码来 自己的一个派生类 然后看一下派生类的 一些使用 我们仍然使用 我们以前介绍过的 cTime这个类 这里呢 我们想实现一个 读取当前系统时间的一个类 这叫做cCurrentTime 因为cTime呢 已经具备了一些 一些方法 已经简单具备了 时间管理的一些功能 所以这里呢 我不准备从头开始 来实现我这个cCurrentTime 让cCurrentTime 继承字cTime 重用cTime 一些现在已有的一些方法 这一个派生类呢 首先我需要添加文件 添加两个文件 一个.h文件 一个.cc文件 首先呢 我添加一个文件 一个叫CurrentTime 表示当前的系统时间 然后呢 是cp文件 首先呢 是防止乘户包含的 重开关 然后呢 开始定义派生类 首先是 派生类的名字叫cCurrentTime 后面呢 是man号 man号后面 跟着继承的方式 这里是public继承 然后继承字cTime 后面是派生类的 类体 因为我们这里是 继承字cTime 所以呢 这里我需要包含 cTime的头文件 Time.h 后面呢 是 CurrentTime的一些方法 首先呢 我们给他定义 啊 构造函数和 构构函数 这是个默认的构造函数 然后呢 是构构函数 我还准备 给他 再定义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呢 是他自己特有的 并不是从cTime中继承的 用号的名称叫做 Init 不明思义 Init呢 就表示初始化 我们在定义一个 cCurrentTime对象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 他没有获得系统时间 这样 init之后 在init的这个函数 方法内部呢 会进行 读取系统时间的 这样一个操作 下面呢 我们来实现一下他 我还 CurrentTime的文件 首先呢 是构造函数 进入一个默认的 个道函数 因为派生类需要叫显示 调用机内的个道函数 来完成机内对象的一个初始化 所以说我们在派生类的个道函数 内部呢 要调用一下机内的个道函数 怎么调用呢 一定要使用 派生类的初始化 代表 然后 跟着 CTime 如果你不调用的话 编译器也会自动调用 CTime的 默认的个道函数的 当然这里你也可以给它 你也可以 不调用默认的个道函数 你也可以给它指定函数 这里呢 我们在个道函数内部呢 会打印 一单字符帐 来表示 进入到了 个道函数的内部了 下面呢 是吸购函数 我们在吸购函数内部呢 也打印一下 机内 构造和吸购函数 以及派生类的 构造和吸购函数内部 都打印一段字符 这样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们构造和吸购的顺序 然后呢 我们来实现一下 init的方法 在init的方法 内部呢 会读取当前的系统时间 然后设设计 它自己的成员 因为我们 读取当前的系统时间 读取当前系统时间呢 我们使用 c元库提供的函数 所以呢 我们需要包含 c元的投文件 ctime 怎么来读取当前系统时间呢 这个是time-t 订一个对象t 接收一下 然后订一个tm结构 这样就可以了 关于这两个函数的使用呢 大家可以到网搜一下 读取之后呢 我们需要将它设置到 对象的各个成员 这里呢 我们使用 glet的一些方法 比如set hour 将小时设置给 设计的一个hour成员 然后呢 set minute 设计分 最后呢 是设计秒 这样init的执行之后 这个对象呢 三个成员 分别只有了值 因为这里呢 cl已经输出 所以这里我们包含一下 l stream 这样的话 我们的派生类就定义好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它 这里我们包含一下 口文件 这里呢 我们定义一个 current time对象 这个时候 current time对象的值都是 它的三个成员都是空的 它的默认构导函数 内部呢 显示的掉用了 鸡类的默认构导函数 而鸡类的默认构导函数呢 仅仅 只将它的三个成员 设为零 所以这个时候 你输出它的 十分秒的话 都是零 然后我再用 快生类的 init的方法 init方法内部会读取当前的系统时间 然后设置给它的三个成员 输出它的三个成员 首先呢输出小时 输出小时呢 这里使用它的 get hour方法 这个方法是从鸡类中派生的 然后是get minute方法 也是派生过来的 最后呢 是get second 这里我们编译一下 还有没有错误 诶 成功了 然后我们运行一下 看一下结果 当前的时间呢 确实是9.05 40秒 这里呢 我是打印 派生类的 构造和奇构导数 为了看到 积累跟派生类的 各套函数的 各套顺序 以及积累跟派生类的 构构顺序 这里我们在 积累中的 各套函数和奇构函数 内部也打印一下 在这里呢 在这里呢 我们来打印一下 在西构寒中内部也打印一下 再看下他们的 变成顺势 大家可以看到 首先呢 是电用基类的 各套函数 基类的各套函数 完成之后呢 再电用的是 派生类的各套函数 派生类的各套函数 返回之后 c current time对象 创建好了 退出闷函数的时候 首先 调用的是 派生类的西构函数 接着 是调用的 基类的西构函数 这也验证了 我们前面的说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印一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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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